105年5月31日9点30分 新北市政府劳动检察处接获消防局通报 为在新北市新庄区华城路的某厂房内 发生运送机台的作业劳工 遭机台压伤头部 送到医院前以为生命迹象 劳检处接获通报后 随即派人至现场实施职业灾害调查 并模拟灾害现场 劳检处调查发现 让商作业劳工的机台 是由母机械设备制造公司制作 机台底座为混凝土灌柱的十星机座 整体机台约有500公斤重 灾害发生当日 该公司只派王姓及无姓劳工 驾驶三顿半的小货车载运机台 送至新北市新庄区华城路的 另家公司厂房交货 当两人正在目的地 从事卸货作业时 无姓劳工在货车载货台上 推动机台 至载货台后方附设的升降平台上 王姓劳工则站立于 升降平台后方的地面 并准备使用木板固定机台前轮 而当无姓劳工将整座机台 推至升降平台且停止移动时 机台突然自升降平台翻落 造成当时站立于升降平台后方的王姓劳工 遭遇500公斤重的机台 压住头胸部 当场血流如注 最近现场人员合力抬起机台 并将王源抬出 紧急送往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 但不幸到院时 不如生命迹象 于同日十一时不致死亡 灾害预防对策 雇主使劳工与货车载货台 从事单一重量在100公斤以上的物料装卸时 应指定专人决定作业方法 顺序及指挥监督作业 并应于作业过程中 实时确认在货台上的货物 不坠落压伤作业保护之危险